我觉得你应该是 你是一个主动性比较强的演员 有没有一些这种小设计 是来自于你自己 或者是来自于你性格本身 我不太会去设计太多东西 可能就是现场永远 因为我比较觉得拍戏 很多东西都是现场的一些 机性的东西会多一些 就是说你说腿道用是分分短那个 那天确实是 因为你要知道 长时间这么搂着一个人 他靠着你的时候 你的手会骂 你的意思是说腿道很重吗 不不不 你再轻的人靠着你 你抱小孩你也会骂呀 你抱小孩抱时间长 小孩才多少斤呢 但你抱时间长你也会骂 那一个戏拍下来以后 你想我们要拍全景 全景拍完有中景 中景拍完近景 近景拍完切我这边 切完我这边切他那边 对吧 就你要反复拍很多条 而且加上那场戏 长度也是有那么长 所以你时间长了以后 你比如说抱着一个人 你就手一直这么放着 放一会你也会酸 但你手酸了以后呢 我那天正好我就后背吧 就冬天吧 就你衣服穿得多 有的时候 你在房间里头 也有点热 一热你后背就会痒啊 但是你这边搂着人 你痒你想挠 你挠不到啊 挠不到 你就老会动 老会动 突然我一回头 那有个踏在那 我就说 哎呀 我这个腿而且旋在那 就很难受 就是因为我总喜欢在拍戏的时候 不管是在看剧本 或者在演的时候 我总喜欢把自己放到一个特别难受的环境里 因为你当你在特别难受的一个环境的过程当中 一时你就会出现很多激性的东西 所以当我在很难受的时候 突然一看看到那个凳子 我真的就像看到救命的一样 就所以我会去够 我想把那个凳 因为你腿都是悬着 然后这边要受力 所以我会去选择 就把凳子勾过来 我可以踩一下脚 至少我没那么累 我翘个二郎腿什么的 我会舒服一点 但是就没想到 就那凳子巴 就去那边了 对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都是激性的东西 谢谢